我穿了兩款 它的差異就在於它裡面 它這裡比較高 高一點點 肩帶比較短 然後外面這個就是差一點點 沒錯 你看後面也是平 有個性緣 就是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它是黑A 然後你手上的是黑 白A 然後黑A 不是指道妹喔 就是它的款式代碼 因為是兩款很像 把它放在一起 因為它就是差一點點而已 然後傳起來效果幾乎是一樣的 只是大小跟設計有一點點互一樣 但是長很像 這個綁帶的設計有差一點點 細節的設計差一點 A款長一點點 下白這裡長一點點 然後肩帶就比較短 所以它這裡比較高些 這個原本的款就是比較平一點點 就是這個比較平一點點 比較低一點點這樣子 差異一點點而已 微微差異 我覺得效果是差不多 都學法然後材者是一樣的 也是這樣子軟軟的小棉球 小棉球蛙的 小棉球款 一樣有黑白的顏色 我覺得搭配都很好看 而且我覺得這樣子熱眼露線的搭配 很可愛 很可愛 就是它可以 就是沒有胖秀的限制 也沒有胸尾限制 對沒有胸尾的限制 它就是可以融化一下很多的 一般版型的T恤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裡面很好 很好找搭配的東西 卻就不會容易扛住 對這個是比較寬的版型 中寬版 像是以前那 有一些小刀山這個 袖子這邊有限制 然後你裡面就是一定要再 很認真的挑選 因為我在搭配的時候 就要很認真的挑選 跟耳光你們在家裡 就是滿清楚的 但這個的話就是非常好搭 對不要太寬大的 反正中版型都可以搭 而且我覺得這很棒的看 因為它的長度剛剛好 所以比較長一些 所以就可以蓋住我們 就是再接一點點小股 跨的根部 一點點比較明顯 對我是根部一點點 然後就這樣 剛剛就這樣 對我都線很可愛 真的覺得它真的超適合 今年的胡椰姐 而且我覺得這個 今年的T恤都是做比較小版 一點點 所以它這裡是完完全全可以 容納的下的 這個真的不能調的 可是它這邊有做比較寬 所以你那個T恤 基本上不要過大 其實都放得進去 基本上不會這樣子擠 然後明明可以穿 明明可以穿一個黑色 然後我覺得黑色跟白色都很好搭 真的 那一顆一顆 這個會刺嗎姊姊姊 完全不會 超軟的 一點像是那種小棉球 是人非常舒服的 然後透下來完全不會刺 很舒適 明明是完全可以 可以穿的 因為它前面這個五點姊 是可以自己調調的 其實可以再放鬆一點對不對 肩帶不可調 所以我覺得它蠻適合 像我那種骨架大一點啊 或是像那種明明的身型 我最覺得很適合 小隻女孩穿的話 可能會長一點點 你看它可以戴到我的這 但是有點像小裙子 對